49歲的印度婦女蘇雷卡 今年4月確診COVID-19兩週之後 右眼開始不斷的流淚 接著腫脹刺痛 照了核磁共振 發現她的鼻痘充滿了黑真菌 住院一個多月燒光1.2萬美元的積蓄之後 蘇雷卡開刀摘除了被感染的眼球 撿回了一命 但此時真菌又悄悄的侵蝕了她另一隻眼睛 急需要緊急治療 蘇雷卡沉痛的說 跟黑真菌相比COVID-19根本不算什麼 我不想活了 印度好不容易挺過了第二波疫情 但不少倖存者的世界 卻從此陷入一片漆黑 大家好我是范淇緯 歡迎收看范淇緯的這一看事件 全球防堵印度Delta變種病毒 台灣也傳出病例 疫苗高施打率的英國 以色列疫情反彈 澳洲雪梨緊急下令封城兩週 孟加拉馬來西亞跟泰國 也相繼擴大封鎖 就在各國焦頭爛額的同時 Delta變種病毒又變種了 印度衛生官員表示 最新的研究表明 一種新的Delta Plus變種病毒 更容易傳播 也更容易跟肺細胞結合 並且可能對目前普遍採取的 單株抗體療法 也就是透過靜脈注射 有效綜合抗體的療法 具有抗藥性 這個引起全球廣泛關注的郡珠 叫做AY.1 大約在今年4月首次在印度發現 目前除了印度之外 還有其他10個國家也發現了 Delta Plus的蹤跡 這就包括了美國英國 葡萄牙、日本、俄羅斯跟中國 總共有將近200人確診 目前在印度有一人死亡 而最初的高傳染性Delta菌株 也已經傳播到80個國家 其實病毒本來就是一直在變異的 病毒是由DNA或是RNA核酸分子組成 你可以把這些分子想像成一堆代碼 那這些代碼是用來給病毒下指令的 而病毒在人體內大量複製自己的時候 忙中有錯漏打了某個字 或者是把代碼寫反了 那這樣就會製造出 跟原先不大一樣的病毒 大多數的變異都是無關緊要的 有些甚至會傷害病毒的本身 但是活下來的突變 卻可能使得疾病更具傳染性或威脅性 例如它會更擅長感染細胞 或是更擅長複製 因此只要不中斷感染鏈 就越容易出現變異病毒 也就讓人類暴露在更多的風險之中 新發現的Delta Plus 就帶有一個名為K417N的額外突變 不過這個突變也不是新的 去年在別的地方就曾經出現過 目前專家們都還不清楚 這種突變會對疫苗效力產生什麼影響 不過英國萊斯特大學的呼吸學系教授 朱利安棠就警告說 他可能帶來顯著的疫苗逃逸特性 簡單來說就是病原體要想辦法透過突變 幫自己整形 躲過疫苗或是免疫系統的攻擊 然後讓已經接種過疫苗或是曾經確診過 體內有抗體的人再度被感染 病毒專家們強調 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Delta Plus 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疾病 斷定風險的時間還太早 但各國已經密切監視當中 也已經把病毒送交培養 看看他到底是幾斤幾兩重 印度在5月出入的時候 經歷嚴峻的第二波疫情 那每天有將近40萬人確診 到現在快兩個月了 每天的新增確診人數降到5萬左右 累計確診者突破了3000萬大關 排名世界第二 但其中幾萬名跟死神擦肩而過的病患 卻很快又被送回了醫院 這次他們的對手是毛眉菌病 毛眉菌病以前叫做接核菌病 是由一種食肉真菌所引發的疾病 這種真菌通常存在於土壤等環境當中 經常跟腐爛的有機物質有關 譬如說蔬菜跟水果 他們通常會趁病患免疫系統受損 或是組織受損的時候趁虛而入 英國的BBC就報導 我們其實每天都吸入許多真菌的包子 不過健康的人體會靠免疫系統 防止他們引起感染 萬一我們的肺部受損 比如說感染了COVID-19 這些包子就會在呼吸道或是鼻痘中生長 而且入侵身體組織 如果跑到鼻痘還可以局部清除 一旦感染到眼睛 就必須把眼球眼瞼以及周圍的肌肉通通移除 只剩下空空的眼窩 萬一擴散了大腦 可能引發頭痛或癫痫最後死亡 今年4月以來毛眉菌感染的案例在印度各地激增 截至6月7號 官方公布已經有超過28,000個病例 其中86%是COVID-19的患者 到了6月11號 病例已經超過了3萬1千例 2,100多人不幸死亡 莫梅醫生表示 人們死於毛眉菌病的比例甚至高於COVID-19 只有眼睛被感染的患者死亡率是三成左右 但萬一入侵大腦死亡率可以高達90% 其實毛眉菌病不是印度的專利 黑真菌在許多國家都有 台灣也很常見 但台灣衛生狀況良好 我們平常不大會去接觸到腐壞的東西 被感染到的機率也相對低很多 根據印度真菌學家在2019年發表的研究 印度通常每百萬人就有140人罹患這種病 是西方國家的70倍 相較於美國每百萬人它只有3例 澳洲則是每百萬人只有0.6例 專家認為印度氣候炎熱潮濕 環境中本來就有大量的孢子 要是你給它一把肥沃的土壤就會釀成大問題 而這個沃土恐怕就是糖尿病 研究表明血糖身高會導致血液變成酸性 為真菌繁殖提供有益的條件 而印度本來就有多達7700萬名糖尿病患者 是毛眉菌病的溫床然後COVID-19來襲了 為了趕快壓制住疫情 醫生們立刻下某藥 使出類固醇的藥物D5米松 這讓類固醇的用藥指南寫得很清楚 只能用10天一次8毫克 而且只能用在缺氧患者的身上 正常來說在對的時機點 使用類固醇可以改善重症患者的癒後 但是感染初期就用的話 反而會適得其反 阻礙人體控制感染的能力 同時還會讓血糖升高 導致病患更容易受到真菌的感染 印度林民工人45歲的巴布勞 疫情前在建築工地賣茶水 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賺300美元 被感染之後 他每天必須要注射6次抗真菌的藥物 兩性梅素B 賬單費用高達1.5萬美元 這筆帳他不吃不喝4年多才還得完 還得要祈禱每個月都是旺季 會住院住到破產 是因為目前唯一能對付毛梅菌病的 有效藥物兩性梅素B 每季在當地藥價3500盧比 相當於1316台幣 而且必須每天注射長達8週 患者的命是救回來了 但龐大的債務卻也把幸存者的人生奪走了 變種病毒跟黑針菌最讓人泄氣的 就是這個疫情怎麼老是沒完沒了 但絕大部分的專家都一致認同 疫苗仍然是唯一的出路 但昨天我去便利商店 還聽到裡面的店員說 雖然已經排到了 但總覺得不安全 不想打疫苗 我請大家現在看新聞 一定要仔細去看數據 不要只看標題 說打疫苗死了多少多少人 你若看了數據 就會知道打疫苗的負重用風險 跟不打疫苗的染疫風險差別有多大 各況注射疫苗之後 死亡者已經有26例經解剖後 確認死因多數跟本身的慢性病有關 有的是死於頸椎骨折或是吸入食物窒息 並非疫苗導致 今天特別感謝張南基教授 謝祈章教授 及葉廷瑜醫師的協助 您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NE Today官方帳號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 到LINE Today國際欄目裡面 就我們所有的報導 分享你的TODAY看世界 天天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瞄懂世界大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